因为9月8号的时候 其实我想民众党是说这个人数 当时我觉得他们最多喊到两万了 有没有这么多不知道 但是确实他们是当时把济南路市人潮可以塞满了 所以看得出来 对比上前几天的这个土城的画面 大概稀稀落落不到两百人 可以看到这个差距非常大 那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其实这个活动自己已经说明了 因为他们说这个叫做铁草集结 所以知道铁草才可以来 对 那意思也就是说 不是不是只有铁草可以来 意思是说剩下这一百七十将近两百人 铁支铁 对 铁中铁 钢铁小草嘛 那意思是什么 除了钢铁小草到现在 还觉得阿伯无辜 都是司法迫害 都是那个剪掉入人于罪之外 其他通跑光了嘛 老实讲如果你们办一个活动 办了这样李娱拉拉会不会被骂 那无法想象 这不是被骂的问题 他那个会被换掉 因为不是因为一百七十两百人 这个小平哥在这边 真的太少了 那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为什么不来呢 每个人都口口声喊说阿伯无罪 民众都还喊说阿伯无罪 那自己的人为什么都不出席呢 因为要先讲 这人真的坦白说是比较少了 因为大概两百人的群众场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一个选区里面 单是一个比较大 比较够力的装脚 一个人大概就call的出来两百人 所以你会看到 光一个装脚就call的出来这些人 基本上是 一个里长就可以call两百什么奶 对 所以里长是没有动员 还是没有发便当 还是怎么样 怎么都没有人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层层相扣了 因为包含说 这个一个月以来 案情持续进展 当时很多九月站出来 那时候去力挺陈柯文哲 说他无罪的小草们 这段时间看到种种证据 一开始是途利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途利比较模糊 但到后来金流都出来了 对家关系也出来 甚至你这个猪牙虎 跟你里面威京集团的人头 大家都坦诚 对 我们就是用你的政治现金 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 来去当做一个人头户 来去把钱汇到柯文哲的手上 很多人看了都在觉得心虚 觉得 一开始觉得柯文哲是无辜的 现在真的有赚到钱 真的有金流 那我怎么好意思 再站出来挺 我不挺了 那包含民众党自己这段时间 其实内部也很混乱 我们讲说之前民众党 不是组织部 主任副主任一直呛 你敢出来吗 你一下要上班 一下要出国 一下要出去玩 敢出来吗 这种呛支持者的做法 很多人觉得 我是欠你 奇怪 他要去黄国昌 讲了 我有欠你 奇怪 党的主任这么大声 还要呛支持者 不来 那包含说民众党 自己的干部 其实里利大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 定调的氛围 说柯文哲 阿伯被入罪了 被关在里面 没有冷气 很痛苦 大家看了都很心疼 请问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会有人出去 9月8号是怎么样声援的 那一天大家集结 对不对 黄国昌有来 那个佩奇有来 大家都有来 如果礼拜六的时候 大家都没来 搞得自己民众党的鸟寿散 对啊 不止很多人没来 不过说黄国昌前面游行 没到后面到 我觉得这都算好了 怎么会陈志涵跟徐浦去高雄呢 是去出去玩还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个时间 你们这个照理说 应该要万中心 人在这边 没有万中就算了 连党里面重要干部都不到 是你们也觉得无关紧要吗 其实如果党的干部都觉得无关紧要 当然小草觉得说那干我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整个民众党的气势 真的是逐渐消风 然后呈现一个 比如说外冷内热 但是热的只剩核心 一撮非常小的圈圈 好 所以请教小平哥 你看到这个状况 这柯文则是大事已去吗 因为你看原本大家说好了 会来 怎么到最后浓缩到300到500人 也只来了170个人 现在民众党不是9% 还是170个人 你看包括 这也不是很好看 因为就是被人家拍到说 那你们就是出去玩 这个是陈志涵跟徐浦 那我觉得你们要嘛就待在家里 是不是也不要出去 不要被拍到 那怎么会这样子的掉以轻心呢 我是打篮球的嘛 哪一场篮球赛比喻 时间剩5分钟 输了38分 投3分球也来不及了 放弃了是不是 对 放弃比赛了嘛 你看这个 最后小草自己骗自己说 哎呀 反正阿Q嘛 你徒利嘛 整阿伯嘛 没有金流啊 金流找到真的是 关键中的关键啊 而且你看这些人都很年轻 他们是实责 然后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是有判断能力的 因为他们演变下去 是越来越坏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111亿扣押金华城的 这个刑事扣押 这是重重的一级啦 因为你看啊 你看那分析啊 他们姓谁 从后来他们姓 他们只姓一种人你知道吗 法官 简栏官都唬烂什么整人 法官扣你这个 他们也知道扣100多亿是法官扣 而不是要统一才能扣嘛 对不对 简栏官拜托嘛 那法官一扣啊 他们知道这个是大势已去 那他都 可是问题是你夫妻怎么样 也不要出去玩嘛 装一下 装一下 至少这一次啊 我说在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黄国昌的场子 所以黄珊珊没去 我觉得蛮合理的 那其他人呢 前面也常合理 装一下好不好 可是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出去玩 对 其实玩是很严重 还比人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是说好集结吗 还是这个是黄国昌办的活动呢 我觉得徐甫跟那个战狼小姐姐 绷太紧了 需要放松一下 压力是放松的 是这个时候吗 是这个时候放松的 阿伯也在吃老饭耶 对啦 不应该这时候放松了 所以重点就是连他们 就这样会变成 以后会更少 以后我觉得以后没有活动了 因为战狼小姐姐附近都没来 那还办什么活动 客厅会 还有一些民众党的客厅会 不是天地会 不是客厅会 躲在室内 那个很隐秘好不好 很隐秘是不是 很隐秘啊 所以我看整个下来 我觉得时代力量 心开始扬起来了 也扬起来了 想超过民众党 都一直 那个起诉经流清楚 然后战狼小姐姐会 一定会具体求行 18年 15年 那真的是很麻烦 你这样的话看黄国昌不起 黄国昌会再回去吗 还是 那他手中民众党会结束 黄国昌当然不会去 回时代力量 因为时代力量 也不会让他回去嘛 对啊 时代力量有 时代力量有那个立委吗 没有嘛 没有 那这里有立委 八个呢 还有每年一一五 这还是一个 很厉害的党啊 所以不管他支持度多低 多高多低 那个是四年前的选举 就实践四年嘛 那些钱啊什么等等 跟立委的席次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吸收可能比较快 对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加强跟黄国昌 合作的力道 觉得应该这样讲 那你叫他不要再骂你 没关系 骂我小事 只要能够 蓝白另类的合 我被骂都值得 好 但是大家说 这个场子 馆长也没去 啊 馆长在家里面开直播 他说呢 我没去啊 因为他们也没来邀啊 我们先来看 我没去啊 因为 他们也没邀啦 那 我还是觉得 我在网路上会比较 比较好啦 我也不想去现场开直播 我还是觉得说 我来直播讲一讲 对他们帮助会比较大 当然民众党 肯定要努力加油啦 我该出现的时候 我会出现 我妈死的那天 没有半个政治人物 连黄国昌都没有 只有他一个人来 你看我跟他这种关系 这么好 后来我跑去支持柯文哲 他从头到尾 没有骂过我一次 没有跟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他都不跟我提什么 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加油 我们都知道你在台湾这样很辛苦 听到我们要努力 没有骂过我一句话 我的枪伤案 也是他最关心我 不是柯文哲 但 我最后背叛他 你可以这样说嘛 他说很听话的 我会听柯文哲 人也没跟我说什么 他就说我了解 我知道我知道 馆长你靠网络 他们的幕僚有跟我说 他谅解他谅解 翻页了嘛 反正就选完了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好 毅壮哥要帮我想一下 现在馆长到底什么样的心态 前面有民众长干脚一番说 没有 他们没有约我 后来开始讲侯友宜的话 之前总统大学的时候 他骂侯友宜罵怎么样 现在开始讲说侯友宜好棒 因为这次这个阵子 其实一开始 今天不知道主办单位是什么 这场的主办单位不是民众党 是小草制霸 也不是黄国昌 连小草是什么小草都不知道 都没人知道啊 如果这一场跟黄国昌有关 黄国昌早就宣布大家去哪里集结 可是黄国昌有去啊 那他没有把馆长Cue一下 黄国昌去是后来陈沛琪去 他才去的嘛 这一场也没有讲说陈沛琪要去 这一场都没有人知道谁要去 所以当时还想说 如果这一场拜了李李达 黄国昌还问说 纯白党会是谁 跟民众党什么关系 我可以推卸责任就是了 对 可是后来陈沛琪去黄国昌去之后 这个整个情势 所以为什么 陈志然他们会跑出去玩 因为这一场叫民众党完全没关系 这一场跟民众党完全没关系 可是我们都知道消息 他们也知道消息 你就应该要去现场一下 不是 这就是疫情叫什么 铁草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系列活动之一 如果是系列活动之一 黄国昌就会出来讲 因为他们不是有列一张表嘛 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在哪里什么 可是没有这一场 这一场是算临时加场 所以他们不是诉求很特别吗 什么反废盒 反废史 然后什么 好像什么诉求都可以来嘛 对 可是什么诉求都可以来 去坐在土城的一个路边 但是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啊 然后就全部人都坐在那里 然后黄国昌也没讲话 陈贝吉也没讲话 整个街道那些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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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前面有一个 彰化 彰化县的县议员嘛 在那边骂彰化 一个女的啊 在那边骂彰化 就这样而已 完全搞不清楚这一层诉求是什么 所以你说馆长会不会去 馆长当然不会去啊 因为馆长去要有声量才会去 像那种法院的 地检署的那种才会紧绷啊 那有警察啦 他才会去那里 不是那你又把佩奇 Key在后面当Key板 那你也是想要洗一波流量 不是 他是先放那个 放在后面那个画面 让他的流量冲上来嘛 那冲上来之后 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场没什么诉求 黄国昌也没有诉求 所以他因为他 其实馆长也挺黄国昌啦 黄国昌这一场只是去坐在那里演一下 并没有要把这一场升高到什么程度 所以馆长当然也站到旁边看 所以他才会很酸的说 不然把我接啊 因为馆长 其实黄国昌也没有约馆啦 那馆长这个人喔 你如果没有流量 没有升量 现场没有人 没有冲突 他是不会去的啦 他去那里要冲啊 除非这一场是黄国昌半的 那现在馆长为什么现在沦落到 黄国昌现在的这一个 升量其实越来越低了 他又回到比较低的那个流量 他回到那个低的流量以后呢 他的收入当然会变少 所以他现在又转向 好像又开始跟民众党切割 这是他的战略啦 跟民众党切割之后 就会开始有人进去骂他啦 然后人又来了 对啦 然后他也骂他 然后你要看啊 接下来再一两个礼拜 他就会找民众党人上他的直播了 他又上他的直播 然后又救回来嘛 他那一阵子他在切的时候 后来他就找了黄国昌跟 找了那个黄珊珊跟陈志兰去上直播 他就是这样啊 弄来弄去为了就是升量 他自己也讲啊 他说他们都知道我是为了升量啊 所以馆长这一阵子 因为他的这一个店也被人家砸嘛 各式各样的 然后他又要多开一两家店 然后那个设备啊 又还没有到货 还没有到货就被人家笑嘛 所以有一些设备没到货 所以他现在馆里头的那个营运啊 越来越差 所以要扣过这个 然后好像在切割 然后我们节目就讨论 然后今天晚上礼拜一 大家又回去看馆长 然后就有一些糟糕 给他藏海去美馆长 然后馆长的量又起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